大家好,爱情的小猫军用爱的家见面了 最近有李迪迅、李旭、金益胜、表依珍主演的电视剧《魔犯继承车》 收到网友的热烈讨论 剧情紧张刺激,还有一种实力卡斯出演 使该剧的收视节节上升 当中李迪迅饰演国军特殊部队出身的彩虹运输司机 他的表现亮眼,大获好评 首播就创下全国收视12.1% 首都圈收视12.8%的好成绩 问了听电视剧宣传造势,主演们一同出演了 SBS电视台的采访节目《明星问明星》 在采访中,他们分享了在拍摄这部剧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趣事 引发了大众的热议 尤其是李迪迅居然在现场主动征婚 爆料自己的感情经历 尤其是与玄冰前女友江苏拉那段感情 似乎念念不忘 接下来就和小猫军一起来看看吧 《魔犯继承车2》和第一季一样 采用单元故事的模式推进故事情节 大胆揭露韩国社会的黑暗面 将诈骗侵犯等等现实 频发的案件演绎出来 观众们看了之后都纷纷表示 这类型的作品实在是太爽了 韩国还是一如既往的敢拍呀 为配合宣发 朱烟等人接受了SBS的采访 李迪迅在节目中大胆展示了自己超完美的身材 露出腹肌的样子迷倒了万千观众和女粉丝 在这次采访中李迪迅也谈了很多自己拍摄过程中的真实感受 可以看出他为出演这个角色准备了很多的准备和努力 而被问到现实生活中的感情生活的时候 李迪迅就大胆表示 现在太孤独了 公开在镜头前征婚 表一针就问李迪迅 听说对于粉丝年下9岁怎么样的提问 当时我果断的拒绝了 之前李迪迅直播时 有粉丝问他 觉得年下9岁怎么样啊 他回答 啊那可不行啊 一旁的金益盛听到就问 那么比你小10岁的话就可以吗 李迪迅表示 这提问大概是10年前 表一针 那么现在回答吗 结果李迪迅回答 我现在无论年上或年下 我都不挑 因为我现在太孤独了 不管是谁都来吧 求求拜托了 张鹤震还问他 这是在公开征婚吗 李迪迅还下跪双手核实大喊 拜托无论是谁 有此可见 对于他来说 只要是对的人 年龄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于未来对象 已经没有任何要求了 无论是年上还是年下 自己都能够接受 甚至小10岁或者大10岁都可以 1984年出生的李迪迅 今年已经38岁了 虽然在明星当中 年纪不算大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超过了试婚年龄了 所以他着急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并且李迪迅在感情路上 并不像他的事业一样顺利 甚至还有过好几段感情 尤其是与玄冰前女友 江苏拉之间的恋情 且听小猫君 慢慢到来吧 李迪迅 1984年7月4日 出生于韩国朔尔特别市中路区 毕与韩国艺术综合大学演剧院 2005年正式出道 2011年 凭借高地站和守望者 获得韩国电影大中奖 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韩国电影青龙奖 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韩国釜山电影奖 最佳男新人奖 那么李迪迅出道到现在的时间 也不短了吧 但是在出道快20年中 李迪迅只传出过一段绯闻 2013年李迪迅在和江苏拉合作电影 《我的帕瓦罗蒂》时传出绯闻 此时的李迪迅29岁 距离上一次恋爱已经过去了6年 《我的帕瓦罗蒂》讲述的是 一位一度备受瞩目的声乐家 现在却成为了一个小乡村的音乐教师 上阵 和虽然身在黑帮 但却做着帕瓦罗蒂之梦的声乐天才高中生 张浩的故事 李迪迅饰演张浩 而江苏拉在片中饰演 暗恋张浩的唐吐女高中生 孰姬一决 默默守护着坚持梦想的张浩 两人在剧中是一对青色可爱的情侣 后来李迪迅因入伍而缺席了电影发布会 江苏拉当天在推特上 分享了一张与李迪迅的合照 江苏拉在个人推特上写道 制作报告会少了张浩 不知道吃饭吃的好不好 并附上了一张照片 公开的照片是李迪迅入伍之前 与江苏拉留下来的自拍照 两个人非常亲和的向着镜头微笑 尤其两个人的明亮的微笑 吸引视线 两人的合照 历经以来网友的关注 并纷纷表示 好配呀 制作报告会少了男主角 很可惜 江苏拉可以去部队维问呀 两人的绯闻也因此而传出 甚至有报道指出 李迪迅空窗多年都在等女方 但这段分文 随着江苏拉结婚不攻自破 其实李迪迅在出道前 苏人时期就有过两次恋爱经历 那当时的她似乎很懵懂 她曾经在节目上自报 她表示第一次交女朋友是高中二年级 其实对我来说很难判断 第一次交文的女朋友是初恋 还是第二次我20岁的时候 遇到的女朋友是初恋 我有点分不清楚 第一个交文的女友 我记得当时是特别开心和幸福的 她表示当时真的非常喜欢那位女生 甚至是爱上了她 她也是李迪迅初吻的对象 对点就在公园的椅子上 没有说谁先主动 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亲吻了 第二个喜欢的女友 当时是有很多撕心裂肺的伤感瞬间的 我认为两段感情都是爱 却不知道到底应该把哪一个算作我的初恋 实在是不好判断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你第一个爱过的人 是不是就应该是你的初恋了 但很多人的记忆中那一段刻骨铭心 又痛彻的爱才是初恋 所以我总觉得可能第二个女友是我的初恋吧 以上小毛俊为大家介绍了李迪迅女友的相关信息 废文女友被传闻是江苏拉 她与江苏拉亲密自拍照传出废文 而李迪迅还自爆初恋女友情史 后来李迪迅退伍回归时候接受采访 自爆很久没谈恋爱了 2006年李迪迅接受采访时 透露自己已经单身6年 表示可能是因为出道比较晚 所以非常渴望表演 之前亦希望可以再入伍前站稳脚跟 因此在遇到合适的角色时 就一心只想好好演戏 于是就把觉得不怎么重要的恋爱给推迟了 然而一过就这么多年 而且李迪迅坦言 自己很担心观众会把私下的他 与他所演绎的角色混为一谈 他不希望被观众标签为与谁恋爱的李迪迅 而是以演员李迪迅去看待他 而他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希望可以谈恋爱 他接着称 现在想来其实抽空谈个恋爱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的话可能会传出点消息来 外界都没有任何消息 说明我真的没有谈恋爱 现在觉得是时候谈恋爱了 最近正在努力寻找女友中 但是我又不能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 也不想拜托朋友给他们增加负担 让他们看着办就好 我的要求也不高 只希望对方喜欢电影 喜欢音乐 会有一样的爱好 能够像朋友一样相处就好 外貌只是一瞬间的印象而已 李迪迅曾经年少的时候 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男孩子 在上大学时所选择的专业 也并非是表演学校 不过他对演戏的渴望始终都没有减少 于是在大二的时候决定休学 然后又报科了表演学校 看到这样的儿子 他的父母也是默默的支持 最终在表演学校当中有了不错的发展 也实现了做演员的梦想 在毕业之后更是顺利的出道 李迪勋和其他明星有着相同的经历 在刚出道的时候 也是在一些舞台剧当中 或者是在短片当中历练 并没有好的出演机会 不过也正是在这些作品当中 得到了很好的历练 积累了很多演戏的知识 让他的演技变得相当时尚 在出演影视作品的时候 给人留下了好的印象 在刚开始出道的那几年当中 扮演的基本上都是些纯真的角色 然而在最近这几年 却在一些作品当中展现出时尚男人的魅力 尤其是在拍摄一些现代作品的时候 更展现出一个都市朝南的形象 除了又有好的形象之外 这也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明星 在拍摄作品的时候 即使工作 行程特别紧凑 他也对和他合作的演员特别照顾 因此在圈内有着很好的评价 如此看来 李迪勋真的是一个宝藏演员 只可惜至今都没有恋爱传闻 也希望单身多年的李迪勋 能快点找到他的另一半吧